我跟刘德华 对啊 而且是他抱着我 对啊 当时是个什么 哦是你啊 当时是怎么碰到他的 是我刻意安排了这场恋爱 贾玲是大家所喜欢的喜剧演员 那其实明星自己也是追性的 大家知道贾玲最喜欢的明星是谁吗 她就是国际巨星刘德华 贾玲一听到刘德华三个字就会激动的不行 妥妥的小迷妹一眉 而且贾玲对外都说自己是刘德华的夫人 有一次在王牌对王牌里玩游戏 贾玲一说到我老公三个字 欧阳娜娜立刻反问道 你老公不就是刘德华吗 我老公 我老公 刘德华刘德华 你老公不刘德华吗 对 所以可以这么说 贾玲对刘德华的喜欢是人尽皆知的 而她的这条追星之路也是走得非常顺畅的 在15年的春晚后台 贾玲就如愿和老公刘德华很引流念了 这历史性的时刻是贾玲最自豪的时刻 她自己说着说着还害羞起来 贾玲真的把追星时候粉丝的那份心动和害羞展现得淋漓尽致 其实在一次金鸡奖的颁奖典礼上 贾玲因为临时有事没法和也在场的刘德华合影 虽然自己追星没成功 但是由好友沈腾为她圆了一梦 沈腾真的是个机智的铁憨憨 她兴奋地摘下在休息室门口贴着的刘德华的名字 还说要拿回去给贾玲留着 不得不说沈腾这个好友太有情意了 这朋友没有交错 在刘德华的新剧拆弹专家快播出时 刘德华宣传电影之际 不少粉丝记者都在帮贾玲追星 当被问到 知不知道沈腾当时把刘德华休息室名牌撕下来给贾玲 刘德华当时认真连表示自己知道这个事 接着记者问道 如果有拆弹专家二的话打算给贾玲安排一个什么角色时 刘德华突然变得认真起来 表示贾玲可以演她夫人 可想而知当时如果贾玲在现场的话 估计会幸福的晕了过去 变影节的时候 沈腾把您休息室上了名牌撕下来送给贾玲了 您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我有看 我有看 如果让您给贾玲在拆弹专家二里安排一个角色 您觉得她适合演什么 呃 贾玲 贾玲 你可以演我夫人 当然随着这个视频很快的传出 贾玲本人都开心的转圈圈了 当得知刘德华请贾玲演自己的夫人 不了贾玲一句话幽默回应 情商太高了 贾玲随即在社交平台上回应 咱俩的事 不都是你说了算吗 然后是一长串的笑 并配上拆弹专家的海报 为刘德华的芯片做了宣传 不得不说正是贾玲这可爱又幽默的风格 追星的同时 还不忘为自己喜欢的演员的芯片大力宣传 刘德华如果再看到这条后肯定也会笑出眼泪 贾玲被最爱的人翻牌子 网友们纷纷直呼羡慕 贾玲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现在 她没有明星架子 经常自嘲 演出时不仅对自我要求极其苛刻 对小品内容也颇为慎重 专业且敬业 她不顾女人形象 尽可能地为舞台带来笑点 为观众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 所以贾玲的人缘也是非常不错 当然也希望贾玲能够有影视剧能和刘德华真正合作 相信他们的合作肯定会非常有趣 那么大家喜欢可爱的贾玲吗 欢迎在评论区底下留言告诉我 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结束了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会 点关注不迷路